所以你要有大格局 要心怀要更大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是海洋 你要把海洋的 你要把海洋的 太平洋上建立所一座桥 让中国人 让日本人 让韩国人 各个世界各国的人才 到美国来 美国来建设 到美国来投资 靠你美国自身的投资不行 我们要借给别人的力量 来发展美国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东渡扶桑 这个是美国必须开放 美国必须打开这个大门 打开这个大门的 一个四个字 东渡扶桑 你谁是扶桑 你美国是扶桑 这样子你才能够 让大家来 你让人家来建设 人家才能高高兴来建设 你让人家有钱赚 你不能让人家没钱赚 到你这来投资 养活不了自己 还不如在那这个地方呢 对不对 还不如在非洲 太平洋的皇帝呢 所以美国人呢 要来了这么多移民 你要把他们的移民的 人呢 这个利用起来 让他们劳动的 培养他们劳动的素质 培养他们的法治精神 而不是拿着枪 到处这些事儿 他们没有工作 都是这些事儿 美国的另外一个 制度上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一个 它不是国有制 它不是 这个联邦制 联邦制是什么 州党和你总统的权力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在各个州的 在各个州这个地方 地盘上 和你总统的权力是一样的 你总统不愿意去吸引 这个 吸引这个中国的投资 这些各州 它有权力 拉斯维加斯也好 这个这个马里兰也好 它各个州有权力 去招 去中国去招商引资 所以说 美国这个招商引资的路 将来54个州 会54个州 一起涌向这个中国这个大海 经济 中国经济是个大海 就会到这个 吸引这个 中国去投资 去改善他的国家公园 改善他的基础设施 改善他的学校 改善他的那个机场 改善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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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建设 改善他的5G通信 这样的美国就活了呀 我们这代人已经七十多岁了 我们要给年轻人铺了一条道路 让他们感觉到明天会更好 如果我们今天跟 把这个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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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在中国人的头上 让他们 树立一代人 在对中国人的仇恨 把仇恨留给 我们的子孙后代 对美国人的建策好吗 如果将来 现在美国人 你看 你现在川普总统 你非常聪明 你让你的孩子学中文 你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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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女婿那个 去跟中国人打交道 这就是好事情吗 要是你不是跟他去 让他们去 拿起枪来 跟他们去做斗争啊 不是把 不是像希特勒一样 把这个中文犹太人 他是一个劣等民族 你中国人就是个劣等 共亚兵 不是个劣等民族 我们不要去搞那个民族 这个骑士 不要去甩棍 中国人就是一个 病毒的传染者啊 所以说 我们不能够把这种仇恨 留给下一代 而是要把这种道路 打到架了一种桥 让这个这个这个桥 这个在中美之间有个桥梁 让这个人民能够来往 中国人 他有一个很正经的一个文化 就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呢 他是很保守 就是说 他不希望这个社会呢 动乱 希望真实有 维持一个社会的秩序 均均层层 屋层层层层层层层 他是维护这个社会的一种统治的 稳定的 而不希望那个 今天三天两头 这个造反 那个那个那个 那個 那个那个挑战 所以呢 这个这个呢 我们下次再讲 赵拉姆你要把这个 我今天讲这个中度扶桑 真正理解了 四年时间你做不完的 就是共和党一个党也做不完的 那么就换一换 将来民主党 比如说米歇尔奥巴马 他们也来做一做 看看他们有什么创意 我们要把共和民主两党 有两个积极性 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对立党 不要把变成仇人党 你要想总统 当总统 我要当这个 我就要拆你 我把你拉向 你要当这个什么 就是互相拆台的 就对立一样的 民主政治呢 有个缺点 就把这个 就在选举的时候 就是搞边的 在这个弄虚坐下 搞这一套 无情斗争 就是中国说话 就是阶级斗争的一张 你要这样做 我偏要另外一个做法 而不是一个对抗性的 一个对抗性的做法 过去 这种中国吃这个亏 经济斗争的亏 已经吃大了 而是应该以国家利益 现在我们就希望 民主党和共和党 以国家利益 如何来建设 以经济斗争 经济建设为刚 共同 你这个缺点 我们比较 我们这种比较和民主比较 是比较好处 说出你的那个缺点来 而不是说拿一个泡沫 拿股票的泡沫 就来堵别人的嘴 你这个计划不完美 股市上去的只是一时的 你这个计划 没有长远的长久的 做这个事 不对的 第六个 除了一带一路 下面就是三个三句话 就是三条路线 三个主次 三个方面 拼经济 不要搞意识形态 不要搞那种 民主制度 人权 搞得越来越多 美国人自己不要搞 他别的国家 谁要去搞 谁去搞 台湾要去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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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策划 这个民主人权的输出 我们搞经济 你经济搞好了 才有实力发言权 你在全世界 你经济搞不好 你就没有发言权 你这个民主也好 政治也好 法制也好 就没有影响力 经济是基础 是决定一切的 是决定上升建筑的 是决定你国家的 第二个 懒人产 我们要吸引更多的人产 美国的 只有美国 美国的人产不够了 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人产 所以美国之孙也能够成为二战以后的强国 就是因为把世界各国的 二战后战败国的那些人产都吸引过来 我们现在也要把各国家的经济建议当中的人产吸引过来 给他高薪也好 给他待遇也好 让他来去自由也好 总而言之 主要对世界人民有利 对美国有利 你就把人才给拉过来 这个就有比较就有间谍嘛 是罗子是马 拿到美国来溜一溜 对不对 就看出来了 你是不是真人才还是假人才 你美国培养的人才也可以到全世界去 然后支援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去 这是第二个懒人才 第三个 我们要建其宫 我们现在在上帝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对吧 你今年74岁 我今年73岁 我们还有这个十年时间最多了 对吧 我们把这十年 现在眼看着你还有四年任期 我还有十年的寿命 因为我这十年的寿命 我就献给美国人民 献给中国人民 献给台湾人民 献给全世界人民 我们就把这个世界搞起来 这叫世界人民共鸣 我们哪些是正确的道路 哪些都对经过实践考验 实践出真知 你认为合适的 你就去传了 我们不输出 只要是你这个 这对你这个适用的 经过实践检验 对你这个国家 对你这个人民有用的 能够发展经济的 能够改善人民生活的 那你就拿去用 这个就是共同建设的美好家人 你生活好了 对我也知道 因为我买的东西 你可以买得起 你穷了 你穷了连自己饭都吃不饱 我生产的东西 你怎么能买得起呢 所以我培养着 未来的潜在的顾客 我就需要 让他们也发展得更好一点 把我的经验传到给他 让他把他们的城市 他们的国家也建设得更好一点 全世界人都会感谢美国的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 美国的大国的形象 才叫引领全世界 就是大海航行靠坐的 才能是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企业家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 作为一个政治家 才能在历史上留下 你的足迹 你的思想 你的概念 你的精神 这是三句话 拼经济懒人才建其功 这个功千秋万代了 特朗普总统 还有四年时间 这四年时间 你要做好了 就是流芳千古 就是 Great President 就是敏肯 你这个转变 就是伟大的转变 就是美国伟大的 再生 就是美国的英 老英再生 凤凰涅盘 重新在振兴的一个 一个真正的 可靠的 行得通的一个 一个模式 一个image 一个形象 而不是今天这样 明天那样 我的心里就有定数了 我就是这样 这条路 我看准了路线 我就朝这个走 尽管这个路上 可能会遇到千山万前 但是这个长征 我的目的地 就是这个 中路扶桑 就是到美国去 实现我的美国梦 就是实现美国梦 就是世界大成的梦 好 我们美国梦解决了 全世界都有美国梦 如果没有 那就创造 创造一个美国梦 如果你中国没有美国梦 我就给你中国人 创造一个美国梦 你可以到中国来 到美国来 东东扶桑 共同建造美国 OK 一举两刀 美国也建造好了 中国也建造好了 这是大美国梦 而不是说 你个别人的一个美国梦 而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梦 最后我谈一点 给大家提出一个提 520的时候 蔡英文宣布 中华民国台湾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就给你考 这道题 考 考你这个2020年的 考2020年的总统 是美国总统的候选人 就考民主党 就考共和党 你们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中华民国台湾 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如果你答对了 老百姓信服了 你过关了 中国人民服了 全世界人民服了 你自己也解放了 中华民国台湾 台湾到底是什么 this question 中华民国你要正面回答 堂堂正正的回答这个问题 你尽管是学经济的 不是搞政治的 但是中华民国台湾 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 What means it is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 一个定义 是state nation 还是 台湾是一个 nation还是state 台湾是一个 它既不是nation 也不是state 台湾是一个 provincy provincy provincy就是台湾社 它这个地区 local 它是中华民国的 一个local 中华民国是一个 one nation individual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all of Chinese 所以说美国的宪法 为什么是民主 民主的最高原则就是constitution 你没有中华民国的宪法 你哪来的中华民国台湾省这个地区 胡说八道的地区 所以蔡英文她整个就是一个叛党 叛违宪 叛国罪 叛领导的民进党就是叛国党 她就是个卖国贼 她就是一个分裂 分裂国家的一个追魁祸首 我们想到这个美国 美国的历史 南美战争的历史 在林肯时代 是吧 林肯是什么呢 林肯的主要矛盾 就是反分裂国家战争 林肯取得了反国家战争之后 花了六年时间 然后维护了联邦的统议 维护了美国这个统议 统议是 最大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家的统一 才有这个国家的发展 国家没有统一 美国没有统一的话 没有没有这个整合 大家互相的整合 互相这个 就15个 当时叫做13个统窟 什么那种 不能够 没有这个统一 没有这个法律 怎么能够做一个统呢 能够维持维持一个统呢 现在台湾呢 它就是把那个统签给摘下去 这是一个大木筒 一个大九筒 它把那个当中的一块给摘下去 这54个筒 这个筒就塌了 就散了 这54个筒就四分五裂了 我们不希望中国 这个筒变成四分五裂 也不希望美国的50个筒片 所组成了筒 四分五裂 因为一片 或者是阿拉斯加的 跑出去 或者是阿勒 这个罗德岛跑出去 哪怕最小的一个岛跑出去 哪怕是 一个香港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 弹完整地跑出去 这个筒就从这个 最小的地方 这个短板就从这个短板上把水桶 这个水桶全部漏掉了 所以说这个台湾问题是考验美国 人民考验美国政治家 考验美国国家的整体利益 一个试金石 你怎么认识蔡英文 这个卖国贼 这个叛国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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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宪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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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装成 伪装成美女的蛇 毒蛇 他就在中国人有一个故事叫做 子系中山狼 中山狼是什么 一条狼 你像这个 蔡英文就是一个狼 当 当 当中国大陆要解放台湾的时候 就是一个猎人要来抓这条狼的时候 他跑到美国来 他说 你救救我呀 这个 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特朗普 这个 这个 那个 还有民主党 还有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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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莱伊 这个 CISIS CISIS 国际战略这个格莱伊 就把他救了 但他反过来 他就咬你 他后来这个 大陆不理他了 大陆不理他了 他反过来 他咬你一口 他还要吃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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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 赵 赵 赵子 他呢 现在呢 他 现在他以什么为荣啊 他现在以虎价虎为荣 他就是一个狐狸 狐狸抓着他 他想要吃掉他 想要卖的 他说 你看我 我到那个森林里一走 大家都 都怕我 这就是一个道理吗 陈一文 跑到大陆 他跟大陆对抗 他说 你看 大陆 我这么让对抗到大陆 大陆不敢欺负我 不敢欺负我 我多厉害 大陆真的是厉害吗 大陆是因为 考虑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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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了美国和台湾关系法 希望 美国台湾关系法 是希望中国大陆 对